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萤火慢慢扩散 欢迎收看经典的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修宏 当你们看到我们这期的封面 这到底什么意思 实际上这个封面的点子 也是从这次疫情而来的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又藉由网络 藉由文字跟全世界所有人的沟通 那虽然人跟人的距离 因此而被模糊掉 但是变成网络上是一种新的一个国界 但是在这个使用的文字之间 很多人都发现说 天哪 为什么拉到英文的时候 字形有好多 但是中文的只有那几种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这个字形的发展跟字形的运用 过去 现在跟未来 谈这个字形 有两位来宾 我们现场 第一是来自我们福仁大学的 英语美术系的 我们的福阿翔助理教授 胡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胡发祥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设计研究所硕士 现为福仁大学应用美术系 专辑助理教授 胡是创作胡Fax Arts创作人 作品曾荣获英国DNA第千笔奖 德国红点传达设计 Best of the Best最佳奖 立有伦敦国际奖 Gold金奖及SILVER银奖 台湾第一位将注音符号转化应用于当代视觉设计 并被国际看见的设计师 第二位是我们这一篇的专述经典杂志副总编辑 世卉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诗慧 东吴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毕业 现任经典杂志副总编辑 曾获金鼎奖专题报道奖 福伦社公益新闻金轮奖 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 金轮奖平面报道优等奖 字型 是文字的外衣 是美感的依附所在 也能强化文字既有的沟通功能 只要电脑一开机滑鼠一点 内建的字体就噼里啪啦跳得出来 不知不觉中 我们早已忘了字体在过去是手写 是一种创作 成立于1969年的日新柱字行 是台湾仅存持续生产签字的 正体中文柱字行 店内还保存有 宋体 凯体 黑体 三种完整字型 其中老板张切冠 极力保存的初号凯体同模字行 从1949年由上海驻字业者 远渡重阳运到台北 是华文世界最后一套 完整的正体中文签字字体 其实在我的眼里面 每一个字都 都像一个人一样 他有他的个性 有他的情感 有他所要表达的意好 做这批字的人 他们的人生观点是什么 对于这些字的情感又是什么 在我的内心里面 这个已经是社会的资产 多数人会留意商品的包装 但对自行则选择忽略 这或许是台湾的美学教育 向来侧重美术音乐等传统项目 对生活美感不讲究 以至于让我们遗忘自行的存在 背后是专业团队付出新鞋的 有价商品 世卉 在考虑做这样子 日常美感的一个经验里面 从这个自行开始 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事情 但它变成非常重要 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这构想来源是什么样 其实这构想来源就是 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生活中有太多东西 是藏着美感的 可是我们确实在 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常常忽视它 那比如说像 我们要吃的鸡蛋牛奶麦片 它的包装盒 上面有什么有自行 然后我们出门要搭捷运 我们看那个指示的路标 有什么有自行 那包括一般大家更熟悉的 就是我们的招牌 这些门牌号码这样子 可是我们却很少人发现说 其实一样都是自行 可是它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那它这个不同 带来给我们不同的感受 那它后面是怎么造成的 那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是 简言之 在过去印刷出来 还没真正大量普及跟发明的时候 所有的书信来往 有指之后就是大用手写 但这几年头 我们都用打电脑出来 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所以在一模一样的事情之间 如果你再多发点巧试 就会发现 对啊 如果都一模一样 我们写的信 看不出是谁写的 就没有那种真正的一个 就是自体的感觉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回馈过去 在这个自行的产业 电脑科技产业里面 它的问题在哪里 但它有什么改变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 对 其实刚刚总部人提到的 就是说其实 因为这个自行的出现 它让就是所谓的独特性 跟个人的风格 它慢慢地泯灭了 消失了 可是其实 它其实也有它时代的需要性 因为我们现在 每天所制造的新闻跟知识 是以前的数以千倍计 数万倍都可能 对 你要去承载 传递这么多的讯息 就需要大量的文字 那自行其实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将来电脑的发明 它就开始了 可是它确实也发生 就是说当我们依赖自行的时候 我们就忘了说 这些自行是有人 他们花时间 花精力 然后这样不舍咒业的 不断去思考说 为了怎么样 创造一个新的自行 它是比较好看的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像以我自己为例 我记得早年在那个 比较年轻的读者 可能没有印象 以前有官华商场 就是现在的三创 然后我们去那边 买电脑的时候 它就会送你大补帖 然后大补帖里面 就有免费的自行 是 所以我们就会以为说 它是免费 那其实不是 那是盗版 但是回过来 我们今天的来宾 应该是华然世界里面 赢得最多国际大奖 在这个字的上面 在中文字的解构上面 所以对这个自行 跟我们家这个玩自行 你可是非常惊艳的 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自行 然后再放到在这个 我们的包括在广告媒体上 在印刷媒体上面 它代表很多的不同意识 那你有自己的想法 在给它创造出更多的 那个 那什么美感的空间 是不是 我们常常都说 都是透过语言 去传达我们的一些想法 那其实文字字形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具体的语言 那也是等于说 透过这个具体的字形 然后表现一幅画 心里面的话一样 那当然应用在设计上面也好 还是一般的传递 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文字是最直接的 大家也忘了一件事情 字体本身它是没有表情 那我们传达语言的时候 其实是想要表达 比如说你好 你好 你早 这些差别 跟文字怎么去传递出来 那光是现在我们每天 要阅读很多讯息 不管成功生气或喜欢 都是因为那个文字的语气 所以在字形上面 如果说能够透过设计上面 或形式上面去表现 它某一部分可以辅助 这个感情面 心感面 然后也比较容易达到 就是更精准 但是对您的一个经验上来讲 要去把这个字形 就是设计得好跟做得好 或是设计得让大家很惊艳 它本身不是单单 只有说我看得懂字而已 而且要懂得这个字的走向 字的力量跟字的结构 然后过去的整个的 太多的书法名家 都变成写出了太多的字形结构 这些也都被后世来做成 字形库里面的一个基本的部分 其实尤其汉字是非常特殊的一些文字 它本身甚至有别于一般欧文的字体 它可以跳着念 然后我们却能够捕捉到 好像越略的一些意思 但是也有可能会误解 那当然在字形的设计 如果本身的笔画 结构 粗细 其实它某一部成分 它就是有代表的视觉上面的一个说明 然后所以字形设计的重要就是 我们有时候选择不同的字体 为什么卖某些商品 或者是某一个欢乐的气氛 要用哪一种字体 然后某些比较严肃的议题 然后要用哪一种比较粗重的字体 其实它从某一个层面来说 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这样的功能 2015年 有几个年轻人发起创造 台湾人自己的字形 献上募资活动 在众人的引颈盼望下 果真成功推出了 大受欢迎的全新字形 下面这个是金轩 它的特色是 明体跟黑体加起来的一个综合体 金轩甚至可以拿来当内文字使用 19年 有一个设计师叫施博翰 然后我们辅导他 去做这个字体 它做的字体就是这个凝书体 它为什么叫凝书体 就是因为笔画的尾端 有这样子的一个小构造 它是不是很像那个奶油 奶霜 你去把它这样粘起来 它就会有一个 自然有一个这样小勾勾这样出来 接下来的这个呢 是最近的这个积燃体 顾名思义它就是激烈燃烧的一个字体 因为它看起来很有power 有新的字体是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跟着时代的那个潮流一起前进 它很好玩的一个面向就是它具有创作跟工艺的两个方面 所以它的构思层面是那种系统性的逻辑性的创意 然后你要一步一步地把它执行出来 在进入数位化之前 字体只有 转 立 草 凯 行书等基本款 但在注入各式各样丰富的个人风格后 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书法的黄金时期已过 但当代的数位字形 你我人来得及参与 实际上四位扁出你刚才讲的大莆蝶 现在实际上是过去 我们小时候小的文顶跟华康字形 但是到现在就开始有些年轻人觉得不够了 我们要自己的字 我们不要再像些老前面们做的字了 这种字开始有这个人的需求会创造出来 即使它市场很小 但这个起薪 他们怎么会去做这个动作出来 因为它背后就是一万多字的 重新的每个字的解构改造 这个想法是怎么想起来的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 他们都很年轻 他们在发行那个就是造制活动的 线上某款活动的时候 当中有一位他才25岁 那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趣 就他们一开始其实只是兴趣 只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 同样走在街上 我们会视若无睹那些招牌 可是他们就会变成他眼中的焦点 然后他就会去研究说 这个招牌跟那个招牌有什么不一样 除了那个框框之外 字形字体本身的差异在哪里 然后他们也会去思考说 就是说同样是路标 然后用细明体 它可能远了一定的距离就不清楚 可是用黑体的话 它就会是清楚的 所以慢慢他们随着这个姿势的累积 然后心中的不满也越来越大 因为后来他们发现说 原来我们这些习惯看到的这些字体 要不然就是旧款的 然后要不然就是从日本 或是其他地方进口来的博来品 所以他们就是有为者易若是 就忽然就是觉得说 我们应该自己来试试看 是 你这边让我想到了 可以衍生出好多的故事出来 在日本的好的那个餐厅 精致的菜单 一定是厨师自己先手写出来的 那再从这种字 就是跟人家不同的品味 不同调到有一贯的那个 服务的一个气氛在里面 到我们现在 直接绕到我们的街头上面 过去我们在这一块的招牌 都是学徒字的 搞不好都没有学艺术的背景过来的 所以每次一些招牌都选错字体 放错比例 台湾的招牌真的是某方面是一个泛滥 然后对这个的挑选上 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是不是 的确那个 如果按照台湾的过去到现在 其实我们招牌一直都有很多 值得去观察 甚至改进的地方 当然早年的时候 算是比较单纯 就是统一的几乎都是手写的 甚至是所谓的书法那样的形式 最近这些年就是有很多 应用一些不同字体 甚至就是有所谓的 自己创造的 有些有特色的一字型 那往往就是 也许有这样的动力 一个心态 但在基本的文字造型上面 还是有欠缺的蛮多 包含刚才主持人也说到 有时候字体的什么选错 甚至有时候断行断句 字句 有时候中文字 因为它有很多部首构成的 但是如果你的没有考虑到 字句 一些细节 它就变成其他的意识 然后就读存不同的意义 是 所以我想胡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同样一个字 你在你可能是王希姿的一个字 它放成 它写成小凯 跟写成放到墙壁大 它表现出来感觉都不一样 有些是用小凯写的 你就不适合放很大 但是我们过去 在这方面的素养上面 都基本上是缺了 所以这才回到这边来讲 会出现很多不好看 不好看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不好看的情况 已经现在被自觉的一批年轻人 开始起来 要开始来重新思索这个事情 是不是 对 没错 不过他们这个过程 其实很辛苦 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募款的过程 其实被誉为是一个奇迹 就是很快就打正 而且远超过他们的这个预期 对 那个金额 造字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 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练书法 要写永字八法 你要把那个笔画 基本的笔画都就是创造出来之后 然后慢慢地去扩散 那有些人讲说就是 我们一般会用到的字 最基本有些人是讲说七千多字 那也有刚刚老师有讲说 是一万三千多字 那无论如何 你从最初的一组字 到那么多的字 然后每一个字都要都好看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 就是他们在这个 经过前面的发想的过程之后 开始在造字的时候 他们必须来来回回的 先在这个纸上 然后不断地模拟 不断地重画 然后最后再上到电脑里面 去调整 那虽然现在其实已经 有些软体去协助 可是其实那整个过程 没有三年五年 是没有办法诚实的 是 但是我先谈到这个事情上 我们再分开来讲 像胡老师 你在做设计的时候 你应该很清楚 在主文上的文字上 还是有它一个基本的要求 对 然后在标题上 是另外一种要求 然后在大标题上面 又是另外一种要求 它各代表不同意思 对不对 是 那个原则上 一般在编排设计里面 如果讯息很多 所谓的内文 其实我们都觉得 你最能够清楚传达讯息 是最重要 然后让人家在阅读上面的时候 不会有负担 但是有时候自行设计 其实它也有一点的挑战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要想要表现自己的个性 可是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个性 你会觉得好像这篇文章 这个版面 没有什么的一个可看性 但过多的时候 又会跟内容互相在干扰 别人究竟是一般读者 究竟是看内容 还是看那个图形 自行 那当然还有一点 现在就是刚才有提到说 在照自行的过程中 除了来来回回修改 调整很多次之外 其实现在还有一点 就除了印刷出来之外 也有在平板上面阅读 所以那个同样一套字 一个字型 都因为不同的载体 它的微调的调整 都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考虑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这个本身是一个比较细微的 我想对大多数人 非专业的知道不会想这么多 那只是在想到说 当我们一直在谈到说 我们在使用这个媒介的时候 这个的个人 从过去的手写的书信 现在它已经不手写了 连签名都可以拍一张照片 再贴上去就好了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 以前写字都要写个很好看 所以这种在你本来讲 就是美感经验上面 会不会越这样子电脑打多了 撕掉一些美感的一个培养的机会 这个应该是蛮确定的 这是蛮确定的 因为其实电脑字 其实特别是中文字型 它真的就是那几种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除了这个文章里面提到 他们努力 希望说有更多人来 响应造字这件事之外 像以前像老师知道的 就以前使用字型的人 大部分都是设计师 平面的或是广告的 或是就是这个领域 那可是现在跟他们买字的人 就听说现在除了说 就是一般的设计师之外 然后还有YouTuber 然后还有这个荣总的医师 因为他要在那个 一个研讨会里面 做他的简报 所以他像他的简报上面的字型 是其他人没看过的 所以我想 其实这个部分 慢慢大家有开始意识到了 就是我的手写字 如果没有机会表现的话 那我如何用我的这个字型 来展现属于自己的风格 还有呈现就是说 其实我的美感的Sense 听懂 实际上我刚刚在回复 我们过去的一个求学过程 我们没有人在教你字型字型 因为那时候没有用电脑 都自己字型的漂亮 但是现在相反 很多都是用这个打字出来的 所以这个字型跟字体的 这个教学已经开始 好像你文章的采访者 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小学生里面 开始铺下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对 因为他们的想法是说 其实我们生活中里面 最能表达美感的东西 它必须就是很普遍的 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 着手去教小朋友的时候 他们一旦学会了 他们会发现 就是生活中很多东西 都可以是他们的教材 所以字型就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那他们很有趣的是说 他们在开始教 以他们个人的力量 去很多小学教的时候 他们先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的确是我们的课本 不管是哪一个版本 其实对于字型的书 那个就是美感的这个介绍 都非常非常少 所以他们其实在那个课程里面 他们除了教小朋友认识之外 那最后一堂课就是教小朋友 造自己的字 就每一个都是小苍结 然后最后造出来的字 对他们来讲 其实都是很独一无二的 对 就好像他自己手写的字一样 但是回过头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这些的基本素养上没有被教的 所以这个每一个字的被定义的 跟它形状被定义的 就应该有它一个脉络可循 要找到这个脉络才有办法 然后我来设计一个很棒的 一个pop point的一个简报 我要用什么东西来把我的个人的意见 让大家可以很快地吸收 或是我要用什么让大家很惊艳 这就变成是在现代人之间 很重要的基本的一个修养 对 确实是这样 其实我在访问过很多的字型设计师 他们都表示就是说 他们很谦虚 他们说其实没有哪一个字型 是绝对漂亮的 或者是不漂亮 而是看你怎么用 就好像刚刚老师讲的 其实字型本身是主角 可是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配角 那就看你怎么搭配它 可是你会搭配之前 首先你要先认识说 这个字体它传达你的感觉是什么 那只有你先知道 每一种不同的字体 它各自所代表的情绪感受 是什么之后 你才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应用自如 是 这好像在讲说 毕卡索到他晚年在画很多抽象画 他应该素描功力会很差 他错的那是很好的 所以有时候你在做这件事情上面 要用对字型 可要对这过去传统的 那个Caliography这个东西 要有非常非常的涉略 你才有办法 做出一个很漂亮的 我们结构的一个 很美感的东西出来是不是 其实真的如此 以前我们可能早年的时候 到台湾 比较没有那么注重 所谓的这个字型或字体的编排 然后当然就是很正常的 一般的就只要传达手写就好 那现在这些年又好像有很多年轻人 或者是一般的大众也会开始重视字型 但是要把那个字体变成有特色 甚至有美感 还有就像主持人有提到说 像毕卡索的那个 其实它本身已经基础性练得非常好 对文字造型的结构可以掌握得非常好 那它怎么去应用 其实都是信手拧来 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好像 我只要把字拆解一下 然后去逗一下它就变成另外的字体 也许它偶尔玩一下这样是有趣的 是没错 但如果它变成一个可以 又可变性 阅读性 辨识性 这些字的那个基本的特色的时候 其实它还可能需要很多的一些努力 所以你听说上你的课 还要在大学上要教书法 是 是 是 我现在就觉得说 这个虽然不是要求每一位 都马上成为所谓的大书法家 但最起码让他们现在大家 现代人都比较少接触手写的 甚至对于甚至很多同学 连薄笔字都没有写过的 也有少数的一些 那至少对他们演示一个体验 然后从灵帖 然后学那个字的时候 去了解每一个汉字的笔画结构 那很多好的字型设计 他们在当初在造字的时候 也是从那些古人的那些字帖 去参考 去学习 哪一个笔画是最好 哪一种方式结构是最棒的 才会做得比较完美 听懂 实际上这个系列叫做 最后我们定名叫做《长美于日常》 我想这个东西让一个整个社会 不是只有用钱堆起来 而是用一个美感经验堆起来的 我想它本身是一个很素养 或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文明社会 所以这边我们现在 先谢谢我们的胡老师 跟我们上了一个很好的课 也谢谢世慧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发展 也许希望我们将未来的 这个《长美日常》 可以唤起更多的一个共鸣 也欢迎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经典《长TV》 经典图书专辑 一缩风雨任平生 近似金社得此师傅出家将近一甲子 不是看破红尘 而是为众生付出 这条人间菩萨道一路走下来 他所留下的足迹 既深且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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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